在动荡不安的乱世之中 二次世界大战 仍是一夜悲壮传奇 影响后世甚至 即使现在 我们仍继续发掘新的史料 关于秘密武器 邪恶的军事阴谋 狂热的英雄主义 无尽的国家耻辱 性命 枪子 炮弹 虚格勒耻辱与荣耀 败战与胜利 暴政与自由 二次世界大战命新 1945年7月16日 一枚炸弹在美国沙漠爆炸 一枚相当不寻常的炮弹 原子惊人的威力突然间释放 若非一群勇敢人 对德国的原子计划 发动秘密战争 这股力量将落入野心人士之手 当二次世界大战 战火防寒 由丧心病狂的野心家 带领德国纳粹党 抢占全球领导者宝座 阿道夫希特勒 契域征服世界 迫切需要的就是武器 在最不可能的地点 他找到了制造武器的方法 就在这白雪矮矮的挪威山顶 庶民踏着雪橇的士兵 奋力粉碎希特勒得到武器的梦想 当年的士兵现已垂垂老矣 但他们记得当时为了自由 宁愿牺牲年轻的生命 纳粹不顾一切 只为了征服世界 因此他们心中的使命感 也变得十分强烈 我们十分肯定 一旦被德军所服 我们将全体遭到处决 他们尝试了三次才成功 1940年4月9日 德军舰艇攻破奥斯陆佛游港 闪电站立即在挪威展开 两个月之内 被团团包围的挪威被迫投降 其实那需要一些时间体会 当1940年秋天来临 慢慢长夜笼罩整个挪威 才真的意识到 挪威再也不是原来的模样 想了解这种感觉 必须有过国土被占领的经验 生活在伦亡的国土上 是最令人痛苦绝望的事情 大批敌军军队涌入挪威 纳粹全面控制挪威人的生活 挪威人民和德国人民之间 并无深仇大恨 我们必须跳脱民族的历史仇恨 我想这也是大家的看法 不过内心里 大部分挪威人还是痛恨德国人 德军把盖世太保带进挪威 因为人民的反抗无法避免 因此开始逮捕行求挪威人民 残杀人民等等 诸如此类 然后我们才真正了解 国家沦陷对人民的意义是什么 希特勒的魔掌延伸到挪威的每一个角落 在这个偏僻的挪威小镇 德军攻占一处极重要的资源 挪威水利发电厂 四面环山的发电厂建筑在高耸的悬崖之上 近邻陷陷陷陷陷阱难行的峡谷 对纳粹而言可谓最理想的战略位置 不易轰炸 却极力防守 然而对于柏林将官们来说 水利发电厂还具备其他优点 在1940年代 它是全球唯一的水利发电厂 可生产大量极稀有的物质 俗称重水的氧化刀 当德军取得电厂主控权 立刻全速进行生产 消息传至英国 强烈不详的预感掠过盟军脑海 身为德军核弹轰炸的首要目标 英国正面临最严重的威胁 难道德军不知道 我们永不放弃阻止德军行动的决心 直到纳粹学到全德国人 和世人都无法遗忘的教训 文斯顿丘吉尔抵抗纳粹的决心 凝聚欧洲各地反纳粹之势 一心想参与作战的挪威青年 加入在英国集合的各国流亡军 为了要击退德军 再大的牺牲也在所不惜 英军成立了秘密的地下组织 特别行动小组 升高人民对抗德军的情绪 挪威人志愿从军 接受英国训练 然后回国暗中破坏德军组织 报告无线电情报内容 及无线通讯一类的任务 数名年轻挪威反抗军秘密回国 执行破坏重水工厂的任务 他们来自农村 城市 曾是工程师或户外工作者 其中也有大学生和职业军人 突击部队秘密作战 对抗希特勒的原子弹 后来都成了家乡的传奇人物 其中也有些人 在1948年的电影中亮相 在线当年英勇时机 电影的场景 将当时大胆的任务 重现世人眼前 1942年10月18日 四位返回挪威的士兵 在黑夜中冒险跳伞 他们的任务是 引导一支英国报复小组 前往重水电厂 当我们动身前往降落区 开始感觉那些送你出发的人 像是即将与你永别 所以我们必须试着打趣地说 我们没那么容易打发 我们会回来的 等着瞧吧 我们的目标在重水的生产 就这样 他们说重水非常重要 我们一定要摧毁它 我知道重水 对德军制造武器 非常的重要 至于为什么如此重要 我是一概不知 突击队的首要任务 是在哈登格维达 建立秘密登陆地点 就在重水工厂北方 广大的高原上 越过那片荒凉的大地 挪威士兵接管一栋空屋 并以无线电与英方凉络 于是展开攻击行动 第一次突击中 英军以轰炸机 脱颖滑翔机遣送部队 然而这计划 必须万里无云才行 挪威上空的云层 强风和大雪 使能见度激净零 对于地面上的挪威士兵来说 这次行动成为即将发生的悲剧 我试着跟英国方面联络 第二架飞机在滑翔机引导之下出现 然后准确地到达目的地 调头 然后离开 英国部队并未到达预定的会合地点 我们得到伦敦方面的消息 两架滑翔机和一架 哈利法克斯飞机呢 双双在山区坠毁了 这就是菜鸟行动的结果 完全是一场悲剧 而空难生还者 立刻为敌军包围 逐一死刑 盟军秘密破坏重水工厂的计划 就此曝光 为了避免行踪败露 突击队撤退到哈登格维达内地 有好几个星期或好几个月 他们必须在这片除了冰雪之外 空无一物的土地上求生 这项滑翔机任务失败了之后 补给中断 无法长期停留战区 我们只能够使用迷路为生 可是当时因为风向的关系 四周只有屈指可数的迷路 捕捉迷路非常不容易 但是在圣诞节前夕 杨斯射烧了一只迷路 杨斯知道 如果取出迷路的胃 可摄取其中 露台包含的维生素 所以我们搁下鹿的胃 然后取出当中的残余路台 然后混合着血液 还有其他组织 调制了一道非常美味的鹿脑粥 我们就吃这种粥 保住了性命 在圣诞节前夕 我们举行热闹的派对 我们在平安夜闲聊十分开心 我们在平安夜闲聊十分开心 我记得非常的清楚 和同伴们肝胆相照 默契十足 在他开口之前 你就知道他想说什么 他们耐力十足 他们意志坚定 虽然沮丧空虚 但是心里面仍有声音告诉自己 要坚持下去 他们咬紧牙关 度过难熬的冬天 但是纳粹重水的供应逐日增加 点滴累积 伦敦必须加紧脚步 挪威军第二小队专攻爆破任务 抵达哈登格维达 加入摧毁重水厂攻击行列 1943年2月16日 在夜色掩护下 六名军人登陆 突击队准备妥当 初级粉碎希特勒原子弹计划 但必先攻破重水厂戒备森严的 重重防御攻势 对于突击队来说 重水厂固若金汤 为了进入重水厂 突击队员必须横跃万丈深渊 通往重水厂的唯一通路 必须先经过一道吊桥 然而桥上德军24小时巡逻 任何正面的攻击都是自取灭亡 但是深邃的峡谷 由于山间陡峭结兵 则毫无防备 有人认为 横跃峡谷可行性更低 最后决定由一名士兵 白天到谷底查看情形 我在白天时间到山谷去 我爬下峡谷横渡河流 然后开始攀上对面的山壁 最后原路返回 与我在山里的朋友会合 最后的结论 横跃峡谷是可行的做法 你会觉得 这一切都不是在开玩笑 而且 你还必须接受这个 不可能的任务 我们攀岩下降到达河谷 再爬上另一侧山壁 我们计划在晚上11点半钟之前 抵达攻击位置 因为午夜12点 德军卫兵会到吊桥处巡视 我们希望在进去之前 看见德军卫兵换班 来到重水厂区 然后进入营房 我们都以为 推门进去的时候 会被德军发现 幸好一点事都没有 我们有两个人 带了满堂子弹 以防其中一人被设 凡事小心为伤 爆破小组的任务 是将爆裂物 安装在地下室的重水电池上 同一时间 其他组员则在旁把风 等待时间没过一秒 就多一份被发现的机会 如果我们被发现 我知道迫于情势 必须立刻攻击 我该开枪吧 任何一点差错 都可能破坏整个行动 在场内制服了一名挪威工人 用枪口对着他 突击队员再将炸药安装妥当 再来就是决定在爆炸之前 有多少时间让队员逃离现场 突然间 他们的计划被俘虏打断 俘虏蹦出一句话说 没关系 尽管炸烂工厂没关系 可是我可不可以拿回我的眼镜 因为现在在挪威 买不到任何新眼镜 你可能以为我们会说 去你的眼镜 才没有时间找眼镜呢 可是我们却放下手边的事 然后找遍整个房间 最后只找到眼镜的皮套 然后交还给他 他向我们道谢 然后我们继续年劳保险丝 到目前为止 队员克服第一道难关 现在突击队员只剩几秒钟 逃离现场 几分钟之后 大概是一两分钟吧 我们到那里 跟我们一起站在铁路线上 我们沿着原路跑回去 路况和下雪的情形 实在好极了 因为在铁路线上 积雪都被吹到另一边去 而地面因为结冰而动硬 所以我们不会留下脚印 连上天都站在我们这边 坚定的决心 技巧和勇气 爆破队员重创敌军 没有任何人员伤亡牺牲 然而重水 仍是德军的发展重点 六个月之内 工厂再次恢复运作 盟军必须假设最坏的情形 纳粹科学家更加努力制造炸弹 因此积极筹备另一次攻击行动 这一次将由空中展开攻击 在一次日证当中的突击中 176架美军轰炸机再次轰炸电厂 这次攻击摧毁电厂厂房 却也杀害附近庇护所的老百姓 然而安置在地下室的重水 则毫发卫生 随着生产的终止 德军决定将电厂迁回祖国 以侧安全 却大意地给了突击队机会 让重水厂永远地消失 我们从伦敦得到消息说 德军计划取得剩下的重水 队员暗中的侦察行进路径 重水可能被装上火车车厢 运送到亭西欧湖 车厢将由载客渡轮装载 费时两小时横渡湖灭 妥善部署的炸药可以炸沉渡轮 以及船上所有的重水 然而炸沉一艘公共渡轮 必须付出相当可怕的代价 最后五方结论 炸沉这艘客轮乃是唯一的办法 可预见的事将会有百姓伤亡 是军方必须严肃对待的事情 我们心中都很清楚 将会有人无辜的牺牲 可能是任何人 卢肯是个小镇 其实就像是个大家族 担心邻居亲朋好友可能会死 挪威人派发紧急消息到伦敦 而英军的回应十分迅速 但毫不让步 经过不断的讨论 结论仍然决定重水厂必须要摧毁 祝好运 当你从伦敦得知这项任务 你必须要照做 别这么做 大家都很难过 我的家人听到消息非常害怕 我却一点都没有办法 德军并未在渡轮上部署卫兵 他们只注意铁路线上的炮筒 但是渡轮本身呢 则毫无防备 安静的星期天早上十点钟 渡船船夫一计划开出船屋 四十五分钟之后 到达指定地点 红龙巨响 炸船船顶 那是相当严重的一击 渡轮跟货品呢 突然被炸上天啊 包括了货车的车厢啊 全面纷纷落下 让渡轮倾斜得更加的厉害 遍刻之间 遭致命重创的轮船 从水面消失没入水中 无辜的乘客和德军纳却的原子弹 也一起淹没 船上的重水和船一起沉没 直到现在 仍长眠停西欧湖地 后来盟军才知道 纳粹原子弹发展 仍会有重大突破 美国赢得原子弹的竞争 德军战败之后数远之间 美国投下第一枚原子弹 盟军利用原子弹 赢得一场战争 且仅止于此 然而如果是希特勒取得原子弹 则可能滥用毁灭这个世界 而挪威反纳粹斗士克尽其职 阻止了希特勒的暴行 他们的任务是军事史上 最伟大的破坏行动之一 为完成此任务 必须不惜任何代价 你必须为自由与和平而战 虽然这不是每天都会发生的事 但是每天都必须为此分离而战 就像是一纸 溢碎的玻璃碗 自由和平得来不易 且容易失去 1941年12月7日 在地球另一边 美国人从日本偷袭珍珠港之意 深切体认到自由的代价 这次突击攻击行动 包括当时的秘密武器 袖真潜艇 灵活狡猾 十足致命 在历史中写下悲壮的一页 国家公园服务处和美国海军 搜寻日军袖真潜艇的残海 在日军猛攻珍珠港之前一小时 美驱逐舰集成了日军袖真船舰 双方交战 因此美军警觉到 主力战舰势必面临鱼雷猛攻 但是却没有 海洋考古学家丹雷尼汉 带头开始寻找袖真潜艇 吉姆德加多是计划的历史学家 两人的合作主要由先前珍珠港海底研究作为基础 他们为过去的战役找寻证据 研究五艘袖真潜艇执行的任务 其中一艘潜艇扮演极特别的角色 最令人兴奋的 是发现位于港湾入口外的袖真潜艇 可能正代表着美日双方 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第一次交战 因为这艘潜艇在飞机攻击珍珠港前一小时 就已经沉没了 如果我们找得到它 将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发现 袖真潜艇的探勘 集中在一平方里布满残骸的海底 这个区域是战争遗海的坟场 比如这架老旧的海军军机 一千英尺深处一片黑暗 每种东西看来都像潜艇 但是他们所找的是 八十英尺长和六英尺宽的潜艇 装载着两枚鱼雷 成员包括一位军官和一位领航员 他们潜入水中定位待命 当攻击开始 当飞机到达呢 当攻击在珍珠港全面展开 他们就升至海面发射鱼雷 极尽所能的破坏攻击 在福特岛四周来往穿梭 然后回头出港 跟母舰会合回到日本去 多艘母舰在1941年12月6日之前 已经到达夏威夷钻石山外海 在皇家海军特险部队行动前就已抵达 每一艘母舰的船身均细有一艘袖针潜艇 大型船舰在黎明前放下潜艇 发动攻击之后再收回 然而却未见任何一艘小艇 在这策划多年的激战后安然返回 从满洲国到法属印度之那 不到十年的时间 日军四处征战横扫全亚洲 尽管盟军发动军事封锁物资 日军仍日益壮大 到了1941年底 大量东南亚物资均落入太阳帝国之手 而他们唯一的保护是 三步四处的英河军事基地 以及美军太平洋舰队 人们普遍预料战事即将要爆发 却不认为会发生在珍珠港 而成功地突袭一座 四千里外的岛屿要塞 对日军将官来说 似乎也是不可能的事 然而日军海军上将山本五十六 说服日军相信 猛烈的突击是击倒沉睡巨人的唯一方法 日军必须击溃美军太平洋舰队 意味必须摧毁美军 位在欧湖岛天然港口的海军基地 日军飞行员在1941年秋天 进行严格的密集训练 并挑选精英担任同行船舰 速度最快的袖珍潜艇领航员 很快的 他们将有机会为国争光 日本外交人员仍在华盛顿谈判 寻求和平直到最后一分钟 甚至连日本大使都不知道 即将展开的攻击行动 1941年12月7日 欧湖岛仍是一片平静 日军特遣部队派遣350架攻击机 进入珍珠港的射程范围 就在港口200里外 华盛顿方面 军事情报小组破解了日军外交文件密码 他们知道一支舰队正在太平洋某处 但是他们不知道潜艇的最后目的地 钻石山附近黎明将近 日军母舰浮出水面 释出袖珍潜艇 但是出了些问题 清晨6点30分 以水上飞机驾驶和运输机机缘 报告一艘奇怪的潜舰正接近珍珠港 美军驱逐舰沃德号舰长 发现入侵者正试着突破舰队防御 驱逐舰跑兵开火 修阵潜舰开始下沉至1000英尺深的水中 深水炸弹将它炸毁 沃德号二度报告急沉潜艇 太平洋舰队指挥官哈斯本齐梅尔 30分钟后才由总部得到消息 这项延迟是所有攻击行动所需的 关于袖珍潜艇的消息 也许能预防接下来发生的事 无信电传送开火急沉潜艇的消息 但是齐梅尔上将并不知情 直到猛烈攻击几分钟之前 随着大批战机到达 齐梅尔上将才被电话告知 注意我们收到沃德号指挥官传回讯息 沃德号对防御区中活动的潜艇开火 齐梅尔说为什么我不知道呢 他穿上制服走出舱外 飞机从头上呼啸而过 炮弹开始落下 7点55分 40架带着太阳帝国标志的鱼雷机 飞过福特岛上空 同时而来的还有51架辅冲式轰炸机 49架高空轰炸机和43架战斗机 美国大兵以为眼前的情形只是军事演习 枪林弹雨之中有人正在吃早餐 有人在烫制服 或是待望着杀气疼疼的团工 亚利桑那号 奥克拉荷马号 加利福尼亚号 接二连三 主力舰一一扯诺 西维基尼亚号就挨了六枚鱼雷 和无可技术的炸弹 珍珠港的空中防御机 在跑道上燃烧 只有少数飞行员能够成功升空 与众多的敌机交战 秀珍前舰登场时刻来临 但是已有一艘遭沃德号击沉 另一艘也在港外被深水炸弹击沉 剩下的三艘小前舰之中 两艘对主力战舰形成威胁 在一波波战机攻击中 第三艘潜艇发射一枚鱼雷 但为命中目标 没有多久潜艇遭到猛烈攻击 并为公海上的驱逐舰炸沉 潜艇和船员一同葬身海底 而空中日军仍继续攻击火力 然而浓烟和对空火力阻挡他们攻击的目标 沉睡的巨人苏醒了 炮弹攻击引爆弹夹造成重创 亚利桑那号为熊熊烈火吞噬 生还者在大火燃烧的海面载尘载浮 日本刁钻残酷的攻击 杀害了超过2400美国士兵 并重创美军部署在太平洋上的主力战舰 然而对于袖珍潜艇来说 这场战争战机并不光彩 两艘仍在夏威夷海域活动 曾对主力舰开火的第四艘潜舰 则由无线电发送日军当晚行动胜利消息 然后就此消逝武宗 再也不曾听人提起 前艇无缘听闻胜利的凯歌 但日军需要英雄 因此政战宣传人员 将战士们包装成为 所谓珍珠港九位年轻神明的化身 这部战时的日本影片 夸大地述说着英勇的战争故事 事实上 军营受创坍塌 散发电池的恶臭 袖珍潜艇助长珍珠港迷思神话 然而战争结果仍未因此改变 珍珠港最后袖珍潜艇命运如何 由海军少尉九卷和夫指挥 遭遇之惨更甚于沉没海底 十二月八日 罗斯副总统正式宣战 九卷的潜艇因回转移失灵 被冲到欧湖岛外海 潜艇没有办法正常运作 只能沿着岸边飘到岛的另外一边 最后呢 在十二月八日清晨 被冲到比罗斯岸边 九卷和祖园尝试把潜艇向上浮出水面 白费力气之下呢 只好汽艇跳进水中 祖园溺毙 九卷中尉则被冲到岸边 成了美国太平洋战争 所逮捕的头号战俘 九卷在狱中度过这场战争 潜艇在美国各地寻回展示 协助推销战事攻战 黑暗时期的纪念品 到了战争末期 日军投注所有力量对抗美军 日军发明一种可怖的新武器 数十年时间过去 神风特攻队所留下的伤疤 美日双方只能保持痛苦的沉默 而曾参与这场战役的军人 永远无法忘记 1944年 日军已无退路 只能做出最后疯狂的挣扎反击 在一次不可思议的攻击行动中 日军下令数千名战士牺牲生命 出发前 飞行员举杯饮下清酒 迎向眼前壮烈的死亡之路 他们就是神风特攻队 齐鸣来自一场解救日本 免于蒙古入侵的台风 成员中有自身飞行员 也有满腔热血的学生 一行为保全国家荣誉献出生命 神风特攻队给予美军极度痛警 超过3000名飞行员 俯冲奔向死亡 击沉了57艘船舰 和300多项军事装备 造成美军至少3000人死亡 受伤人数达6000多人 神风特攻队是美国海军攻击行动中 最致命的可行 其攻击令人文之丧胆 战争初期 美军甚至封锁消息 不让美国民众知道其存在 1945年4月16日 神风特攻队进攻美军拉斐舰 使之退出战役 拉斐舰经过整舰 现陈列在北卡罗莱纳查尔斯顿博物馆 现在拉斐舰正迎接贵宾 二次大战期间服役的机长和四名船员 船上的景象勾起了昔日并肩作战的记忆 海军少将朱里安·贝克顿 在1995年去世 在他81岁那年接受了访问 少将在诺曼地登陆和菲律宾战争期间 负责指挥拉斐舰 失望琉球的途中 他早知道危险正在前方 神风特攻队是日军战时发展的最佳秘密武器 日军也将之是为孤主一职的最后法宝 然而这种方法却极慎残酷可怖 彻底地打击美军军舰 我认为神风特攻队 简直是一群失去理智的疯子 我们后来更了解他们 我们发现没错 他们有神风之子这一类的称呼 我们叫他们有去无回的祖子 我们真的怕死他们了 因为不管你怎么做 除非把他们从空中打下来 不然他们总会不断地出现 每个人都有自己思考的模式 还有自己的想法 但是他们的想法并不适合我们 四十五年前 我的想法可不像现在这么成熟 当时我只想把他们杀个精光 在日本一群老兵正举行聚会 这位先生曾是日本神风特攻队 神雷小组的精英 他们本该丧命 可是却存活了下来 有的可能因为驾驶掩护斩机 有的则是资格较老 得以留守家乡防御美军 免于上场自杀 几乎为人所遗忘 他们曾经令人闻之胆寒 使用武器OHA 意味绽放的樱花 美军为它取了暗马 Baga意味笨蛋 这种武器是神风特攻队 另外一种形式的攻击 在琉球发现的笨蛋 是一个两吨半的飞弹 由一个视死如归的日本兵 驾驶的飞机上落下 为集中目标 采用三组火箭推进器 最高时速达535英里 这种笨蛋弹头 是一只2600磅重的穿甲弹头 这也是第一种 为神风特攻队 飞行兵团所特别设计的武器 后备军中尉戏川八郎 曾是樱花中队的资深队员 有个日文字 全死 像狗一样的死去 一直无畏的牺牲 只是莽夫之勇 毫无荣誉可言 当我加入飞行员时 战况相当为急 一般战略完全无效 我们被选为精英飞官 每个人都收到一条头戴 和一把匕首 我们以为那是属于 人肉炸弹成员专有的殊荣 我们将要从容就义 光荣地牺牲 这是神雷队员 所有的队员都是自愿者 准备从容赋意 他们每年聚会 为殉国的同袍悼念祷告 海军中校严慕国宏 是军团的副司令官 日军战况十分吃紧 当时我们也意识 任何正规的军事战略 将不可能成功 我们必须采取完全出人意料 别人所想不到的行动 背水一战 击沉美军的航空母舰 情势所逼 日军只好抱着炸弹 做最后的挣扎 海军中尉汤川森昌 率领樱花中队 死亡的感觉忽然掠过心头 但是我一心只想为我服事 不管你怎么尝试了解当时的情况 在这个和平的年代 我想你一定无法体会 神风特工队足以让船舰葬身海底 但是每位飞行员只有一次成功的机会 飞行员瞄准主力舰和航空母舰 同时也不放过驱逐舰和雷达 在拉斐号上 紧张水兵持续报告巡逻艇解体及沉没的数量 机缘吵嚷着到哪里才安全 议论不休 究竟是舱底比较安全 还是甲板上呢 还是剑桥呢 对于哪里安全 每个人心中各有各的理论 当然了 在哪里都不安全 1945年4月 对日攻击火力日益密集 当琉球之战爆发 驱逐舰在日本外海五十里处巡逻 又使神风特工部队从日本本土起飞 自杀式战斗机 已在这片战场上 集成数艘美军驱逐舰 现在轮到拉斐号大展身手 4月16号 是拉斐号在周边阵地上的第三天 舰上的气氛十分紧绷 早上8点27分 拉斐舰的戏码上场了 首先呢 在外围围起好大一个圆圈 大概8000到10000码的范围 然后突然间呢 像是一种讯号 开始涌进来 一开始呢 他们一次只有一两架攻击 然后增加到一次数架 没有办法完全牵制每一架的火力 于是我们遭到攻击 长达80分钟 拉斐舰独立抵抗神风特工队最猛烈的攻击 情况最危急的一次 是有又闲冲来一架飞机 当我看到的时候 飞机大概还在一万码外的水面上 我估计 距落下爆炸只有8秒 除非我方炮首先急落它 我们的52号炮座就在剑桥前方不远的地方 立刻对它快速猛烈的攻击 我注意到火炮刚刚打歪了 没有命中目标 所以我稍微调整了一下 下一发击中了飞机的机笔 炸弹面目全非 而它正是决定拉飞舰生死的关键 幸好船舰只是表面上毁坏 每个人都松了口气 不久港口上空再度出现飞机 另一架在港口基地水面上出现 我们又得重头再来一次 四月十六日的上午 一部自杀式战机集中这里 火力过强 一致枪炮都被炸毁 朝上超过45度角 而内部飞机的马达 则沿着左手的炮台内侧滑行 然后这一侧炮台后方舱梯处爆炸 被击中的那一刻 我被炸上天 离甲板大概有15尺之高 当我恢复意识 我就躺在那里 琉球一战 遭日军自杀式战机攻击下伤痕累累 受创的美军驱逐舰拉飞号航向家园 拉飞号在日军记录中遭到密集攻击 为了击省拉飞号22名日军飞行员纵身跃下 7架装载炸弹的飞机 轰炸舰上的甲板 最后统计数字是 拉飞舰击落9架敌机 32名应用战士死亡或下落不明 60名士兵轻重伤 在舰长贝克顿司令眼中 拉飞号是一艘永远不沉的战舰 驾驶着传统飞机 沈丰特工队造成可怖的伤亡 然而银花兵团却不曾影响战争的结果 载着银花队员的轰炸机速度缓慢 而美军战机在他们发射致命武器前 早已将他们一一击落 战事接近尾声 西川是团队中唯一幸存的军官 他发现进入和平时期的问题 突然间战事结束 我感觉有如置身在台风眼中 突然间台风离开了 天气变得晴朗明亮 四下空无一物 除了自己 心想为什么 这种感觉十分奇怪 我不懂为什么台风放过了我 他们做自认正确的抉择 就像我们做自认是正确的事 那是必然的 你怎么能冒着生命的危险 去做连自己都不相信的事情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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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